放人那是不可能的 你这次来 找他就是为这事啊 其实啊 我们半年前就准备调红衣了 只是程序上繁琐一些 耽误了 可是我们已经进入程序了 韩战旅长 你应该知道 我们调红衣进来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不是普通招工 更不是普通的硕士生研究生 这是特殊人才引进 是清大玩儿啊 我们上升下下 要做大量的工作 韩战旅长这都知道了 这个我很清楚 人才啊 是竞争中最热门的标的 我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我来呢 也是跟你展开竞争的 没想到韩战旅长这么直率 你们部队人才齐齐 不差这一个半个 为什么非要给我们竞争呢 李主任 你说的这些呢 我非常理解 但是我们战区陆军 专业化蓝军的建设 需要像红衣这样的人才 当然了 红衣能留在你们这儿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问题他已经进来了不是 从毛种意义上说 红衣并没有离开部队 这个 但是我们对他的任命 已经下来了 红衣已经到我们这上班了 而且干得很好 韩旅长 你这 李主任 这样吧 我回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 了解一下情况 如果红衣的档案 已经到了地方的军转办 这事就算了 如果还没有出去 我还是希望红衣在我们这儿 继续干下去 我只是跟你打声招呼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韩旅长 这个事情最终 还要看红衣本人的意愿 你们对红衣这么好 红衣本人也很感动 是啊 我们刚到这儿他转业了 我觉得也挺惊讶的 前前年我找过他 就跟他聊过 说让他转业的时候 今后转业到我这个地方工作 可他没答应 现在他好不容易决定了 我们不想把他放过去 这次对他大罪党的人命 是我去经过研究以后 临时纠定他 这一来呢 是把红衣他反悔 二来呢 也是我们对他一个态度 你说红衣到我们这儿 我当然给他最好的方子 帮助他人解决工作问题 这谁把他当人任 谁把他当财 我觉得红衣 他心里也有一战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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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